翻开书 满指都是帝王将相 和尚数身边全是柴米油盐 年少时我们总幻想成为拯救世界的英雄 或者说是明造一时的大家学者 趾高欺扬地想要改变这个世界 结果却被这个世界深深地挫败 人终将要长大 也终将要成为自己讨厌的样子 向往风花雪月的纸醉金迷 可生活就是鸡毛蒜皮的狼狈不堪 这个世界上少有大人物的丰功伪迹 多有平凡人的疲于奔命 有人说成年人最大的悲哀 就是突然读懂了鲁迅 年少时总以为自己是提笔书写春秋式的鲁迅 长大之后才知道 终将活成他笔下的那些小人物 所谓成长 大低就是接受自己的平凡与不完美 大低就是顺从于生活的满地狼藉 年少时总是向往着长大 读书时总是向往着工作 可等到走入社会才发现 校园里的那段时光是最肆意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没有人情利益往来 你想要活成什么样子 那就是什么样子 你与身边的每一个人都一样 别无二致 当毕业之后 我们突然发现我们曾经不屑一顾的 纹固子弟坐在了宽敞明亮的办公室中 曾经与我们一起玩的同伴成为了我们的顶头上司 我们曾经乔布上的学霸成了我们孩子的老师 我们曾经那么轻而易举能见到的人 如今与我们间隔遥远 我们穿过长长的走廊忐忑不安地走到他们的面前 低着头恭敬悲欠地站在他的面前 递上一张简历一份报表 或者是领着自己的孩子叫了一声老板 经理或者老师 那一刻的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 是不是成年润土的悲欠和无措 是不是想起润土恭敬的对儿时的玩伴叫了一声老爷 润土曾经也是阳光湖泊的少年郎 他在瓜田海边快乐地成长 他守着他的瓜田 盯着瓜田里突然冒出来的茶 他的疏狂肆意令少年鲁迅羡慕不已 可是贫困的环境让他最终成为了一个懦弱卑贱的成年人 他的勇气和毅力无法打破阶级的局限 只能被生活磨平棱角成为生活的奴隶 多少人曾经无谓命运 最终却被命运打败 屈服于命运的残酷与苍凉 四一的少年润土曾经也反抗过 他意气风发地来到这个世界上 最后却终究成为了卑躬屈膝的成年人 他被生活和时代的局限压迫得沧桑不堪 家庭的压力已经使他无法再拥有 曾经的肆意轻狂 这是润土的无奈 又何尝不是成年人的无奈 生活压力面前还能有多少人 依旧还是少年时代的意气风发 那个想要潇潇洒洒洪潜作伴策马奔腾的少年 最终还困在了那小小的一方天地 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自己 还有家庭生活以及社会的责任 成年人背负着整个时代 却唯独没有自己 成年人活得没有自己 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处处 充满着故宫与委屈 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的公平与正义 法律不过是遵守社会底线的一个准则 有太多的法律之外的委屈 只能默默忍受有太多命运富裕的痛苦 只能独自承受 当厄运反复打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 无力失措 彷徨 委屈与痛苦 全都迎面袭来 你是乐观的面对命运给予的考验 还是就此消沉下去 一蹶不战 你是独自宜人承受着苦难的命运 还是想找一个人倾诉自己的不幸与哀赏 当你遭遇生活的不幸 反复向人诉说自己的悲哀与不幸时 我们和鲁迅笔下的那个到处疯人 诉说自己命苦的祥连扫又有什么区别 这个世界没有人能体会我们的苦难 没有人有义务同情我们的不幸 毕竟生活面前谁都一样 更何况人与人悲喜并不相通 勤劳朴实 善良的祥连扫 原本想要靠自己的双手 改变命运 然而她最终还是失败了 命运和时代的悲剧 接连打在了她的身上 作为一个柔弱女子 她只能被动承受命运 给她的所有 她成为了一个见谁 跟谁诉苦的乞丐怨妇 有人同情她也有人讨厌她 讨厌她的人甚至占了大多数 一个随意向别人倾吐自己的不幸的人 似乎是不值得同情的 祥连扫是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她将自己的苦难与不幸都剖析开来 放在人前 期望得到一心半点的同情 似乎只能以此慰藉往后的人生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也讨厌这种没有边界感的人 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是混乱的 为别人承担责任 过度掌控和顺从想要改变别人 而感到无力和沮丧 这注定她的一生不快乐或者悲惨 人们爱妻不幸怒妻不争 希望她反抗命运的不公 希望她不要堕落成为一个乞丐怨妇 可面对命运的苦难 受到委屈和不公平的对待时 大多数人都成为了她 成为了一个没有边界感的人 从讨厌别人抱怨堕落到自己抱怨堕落 从一个寻常普通人成为祥林嫂 这中间其实仅仅隔着一点点悲剧不幸的距离 命运的悲剧无法避免 虽然我们理性的觉得应该反抗命运的不公与委屈 可当真正面对时又有多少人能够奋起反抗呢 情感脆弱的现代人因为失恋分手或者考试失败等小事情就动辄自杀 说到底还不如随处抱怨的祥林嫂 至少她还有活下去的勇气 青少年因为各种小事自杀抑郁已成为一个社会的严重问题 成年人的成熟之处大概在于虽然抱怨 但还是要坚强的活着 哪怕生活已经将人折磨的狼狈不堪 成年人的世界没有水晶宫与英雄剑 只有满地狼藉 那我们还是要走下去 还是要勇敢的在生活的波折面前走下去 只有面对那样的消极堕落 有人会在诉说不信的过程之中成熟起来 生活依旧琐碎 人生依旧在继续 阿贵是鲁迅笔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 他创造了一套伟大而可笑的精神胜利法 面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方法来安慰自己 人们在取笑他的同时也渐渐发现 不学会这种精神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之中立足 难得糊涂成为了一种为人处事的良好原则 生活就是这样 不管你对那个不切实际空有幻想 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方案的老板有多么的不满 只要他反复了下来 你还得去照办 不管你对批评自己的那个老板有多么的不满 背地里如何骂他阴险狡诈 转身还得笑脸相迎夸他英明神武 我们不明白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既可以英明神武又可以阴险狡诈 我们甚至不明白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性格和人设 但我们却一直在这么做 这就是生活 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什么明白或者理解 难得糊涂是一种最恰如其分的态度 只有这样一种态度才能让我们更好的生活下去 阿贵的金山胜利法虽然听起来荒唐 可已经成为人生活的一种态度 一个一边自我矛盾一边自我安慰的人 其实和阿贵没有什么区别 可是职场的生存之道就是这样 你必须成为一个阿贵 哪怕你自己也鄙视这样的人 但你却又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 阿贵正传在现代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不仅在于他对于几千年积淀的国民性 或者国民性格的刻画入目三番 更在于时隔九十年阿贵正传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一点也没有减退 反而日渐其浓烈 日渐其尖锐 伪装的国情并无根本改观 阿贵精神仍然随处可见 是的 阿贵精神在现代社会仍然存在 阿贵式的生活精神是中国人必不可少的一种精神 阿贵所谓的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木悲观的乐观主义 可这种乐观主义毕竟有利于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幸与悲哀 在生活的不幸与苦难面前 有些人活成了阿贵 有些人活成了祥林嫂 而只有少部分的人活成英雄 普通人最终都是要靠麻木的乐观主义来活下去 用鲁迅的话来解释 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蛮和骗造出巧妙的逃路 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了国民性的懦弱懒惰而又巧华 可这样的一种巧华 才能让普通人在庸庸碌碌的一生之中 取得一心半点来以生存的物质与精神资源 学生时期 我们总觉得鲁迅先生的文字毁色难懂 透着一股子沉重的压抑与黑暗 仿佛一把冰冷的手术刀冷静地剖析着整个社会人类的悲哀 那时候为了应付各种考试 我们时常赞美鲁迅先生的深刻 赞美先生冲破封剑翻离的冷静与刚直 至于到底是怎样的深刻 怎样的冷静 怎样的刚直 我们一时或许不太能理解 等到成年之后 再回头看那些句子 恍然觉得鲁迅对于世事看得如此明了 再回过头咀嚼那些文字 觉得悲哀不已 每一句话都在讲述现实生活 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仍不过时 鲁迅说 成年人的事故就是要各扫门前雪 万不可作公道士 讲公道话 否则就是连作之罪 自己也要担上责任 这话年少时听起来颇觉不爽 但先生讲得透彻 成年人看得明白 谁都不是正义的侠客 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世俗洪流里的尼菩萨罢了 再到后来 有很多人活成了孔一己 清高 善良 懒惰 于辅 为这个荒唐的世界所不容 崇尚文学却一事无成 保留着那个有关文学的久远的梦 却又实现不了 只有那些荒唐而又可笑的事件被口口相传 可笑而又可悲 有人活成了润土 被生活的洪流裹挟 失去了年少的义气风发 只剩下谦卑和疲惫 有人活成了祥林嫂 被事件的委屈和不公折磨 只能逢人诉说满腹的牢骚 屈服于命运的苍凉 恍恍终日不得安宁 有人活成了阿贵 靠着可笑的金山胜利法 在狼狈生活之中 寻得一心半点的慰藉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互联网成了无数骗子和推销贩子的活跃场所 他们用一堆毫无科学依据的数据 便能骗走无数人的钱财 看着这些 我们是否想到了封建社会时 在断头台下买燃血馒头的柜子手 用他人的血汗换得自己的利益 获得那二两岁银 又有多少人成为了愚昧麻木的画老栓 以为那所谓的人血馒头真有奇效 成年人终究成为了鲁迅先生笔下的坎坷 对街头摔倒的老人视而不见 路上遇到不平之势 也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总是想着万一被讹了呢 成长的代价是坦然面对理想的消失与激情的不在 吃瓜群众的围观 依稀带着百余年之前的麻木与呆滞 范开书满指都是帝王将相 和尚书身边全是柴米油盐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